两地股市于第三季最后一个交易日做好。 恒指高开273点。 开市后发力。 增标505点。 高建23780点。 为升翻十天线,约23705点。 后积回吐。 午后升幅曾收窄至93点。 低建23368点。 恒指收报23459点。 升183点或0.79。 大市全日成交额983亿元。 国企指数报9397点。 升115点或1.25。 国庆黄金周长假期前夕。 外地股市个别发展。 上证指数收报3218点。 跌6点或0.2。 深城指反复靠稳。 全日收报12907点。 升6点或0.05。 互心两市成交缩减至5400亿元人民币。 外地周三公布的PMI制造业指数性预期。 港股当日应声弹起。 但在大市欠北水支持。 商节长假期展开等因素下。 相信后市会继续维持上落市格局。 至于油价方面,并不看好其中长线表现。 因为疫情未能缓和,全球经济难以复苏。 加上油组联盟迟迟迟迟未能就减产达成协议。 油价维持易跌难升格局。 建议在油价未稳下。 投资者不宜瞻手油股。 因随时赞息涉价。 恒生科技指数升1.58。 报7087点。 科技股普遍做好。 阿里09988举行投资者日。 首席财务官武为预计。 阿里云将在2021财年内扭规为盈。 而智能物流网络赛料也有望在本财年达成正经营现金流。 股价全日升3.8%。 收报275.6元。 从上270元水平。 有望挑战300元关口。 阿里旗下蚂蚁金服快将招股上市。 或成为史上集资额最多的A加号HX新股。 加上有传多加全球顶级主权财富基金计划参与投资蚂蚁集团在A股的IPO。 优质的增量外资进场利于进一步增加A股流动性。 包括他部集比投资局ADIA。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。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CPPIB等。 因此十分看好阿里巴巴在10月的表现。 要adia数位直到日本高 Pare朝贸轮它的单位창去栄目 facing白了资签上。 可能由于草原内制生育设计者极竞成果上市。 因为它来的组合。 再启瞪金点对折价閤。 感谢观看